我们选择这两种呢 主要是一个代表素材 一个代表粮食作物 为我们将来的深空探测 就是载人深空探测 进行素材和粮食生产 提供你能支持 我们这个水稻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高杆 这个杆比较高 一个是这个矮杆 就是说高杆过矮杆 在我们地面生产当中呢 它对粮食的产量影响 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这次希望在空间 能够在完成了这个水稻 从种子到种子整个过程 比较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水稻 它的生长情况 我们上天的话 就选择这种饱满的 比较健康的这个种子 这幅图片呢 是从空间站上 最新下载的一幅图片 我们每天呢 都是通过电脑呢 查看就是 在空间站上面 这个水稻的生长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从7月31号呢 这个水稻开始萌发 然后这个经过了幼苗生长 大家可以看到它 那个这个在空间的生长呢 幼苗还是比较快速的 这个盒子里面有两种水稻 一种是高杆的 就是后面这一排是高杆 还有这个矮的这个小位 目前呢 这两种水稻呢 这生长都符合我们的预期 都是呢 很健康的生长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